Lion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緬甸人對上波蘭人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來看黃色緬甸人 緬甸人稍微講一下 他的伐木科技是免費的 那就是大家熟知的 這個法蘭克的木頭版 免費伐木科技 他的好處是 他除了三級伐木之外 也有三級農田 所以他在後期 經濟要飆到最滿的時候 他也可以到達一個蠻誇張的地步 但是他的工兵是相對比較弱一點 連這個戰毛兵 都有點擋不住對方的強弩的攻勢 所以緬甸人他有個精冠科技 這個曼尼普爾騎兵 對工兵可以造成加5傷害 這個騎兵 我記得他這個肉馬也是有增加這個傷害 那我不確定現在這個版本有沒有加進去 但應該是有的 那緬甸人喔 除此之外 打這個飛鏢騎兵也是非常強悍的 那本身他是可以打 僧侶跟騎士 還有這個大象的一個文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蘭芳 蘭芳是波蘭 波蘭的話 是我最愛的文明 那他也是DLC的文明 那如果大家喜歡玩馬國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選擇波蘭人 波蘭人的大莊園喔 可以插在這個位置 那只要在大莊園旁邊喔 去蓋農田的話 就可以立即收成10%的農田食物喔 那對我來說 這個文明應該算是 收成食物最快的 這個種田速度最快的文明 因為立即給10%的食物效果 實在太棒了 還不用慢慢採集喔 但是 相對來說 波蘭人的一個防守 大莊園喔 也變得相對困難一點 因為大莊園不好守 因為你 全部村民都在這個 大莊園旁邊喔 那你要回TC的話 有一段距離喔 那這一段來回的距離 就會顯得非常危險 所以波蘭人的話 比較算是 防守反擊的文明喔 他主動攻擊也是可以打強軍士 但是相對的喔 你打強軍士 你就要確保家裡不被騷擾 或是你防守得很好 直接插進塔防守之類的 所以如果想要練習防守的玩家們喔 可以練習玩一下波蘭喔 應該不會讓你們太大失望 好 我們這邊先加速一下 那其他文明特性喔 我們遊戲開場都會放喔 有興趣的話 可以回去看一下 兩方的一個文明特性 好 這邊大中原蓋好了 那第一時間喔 這個也不會下這個農田 通常是上封建時代之後 才會開始撒田 所以大中原一開始 也只是擺設用的 但是他的好處喔 雖然是125木頭 但是會多五人口的一個房屋 住宅 好那這邊波蘭人打棒棒 開局 人口都是19批上風 好兩邊都是打這個棒棒 欸但是緬甸呢有個特性 只要每 三個十代喔 步兵的傷力都會多加一喔 所以這邊打架可能會打輸 這邊波蘭的民兵是4加0 但是緬甸是4加1喔 兩邊都身為裝甲步兵 哇這打起來破爛可能會很傷 好這邊回頭一下 想要來逼對手反擊回頭 那只要一回頭的話 緬甸這裡有巨大的優勢 完蛋直接開打起來 刺頭想要騙傷害沒騙到 兩邊在秀操作 這邊操作看起來 刺頭可能會倒地 血量很少 但裝甲根本打不贏 因為人家裝甲有多一攻 哇血量差一點 這個刺頭看是受不掉了 兩邊互打的情況下 對方的裝甲步兵一定是比較強的 6加1加6加0的一個傷害喔 好那這兩邊 這兩個 嗯 劍兵應該就是 沙灘慢跑了吧 在這個沙漠地區喔在慢跑 應該就是兩個人你追我追你 很浪漫的那種 看來這個劍兵也是做不到任何事情 開始你追我跑 好沒在看 OK那我們來看一下波蘭 波蘭這邊轉出了兵工場 加上射箭場 三金蛙 一個單射箭場的一個開局喔 那這邊射箭場喔 頂多按個6隻工兵 或8隻工兵喔 就有可能會停工兵了 因為這邊喔 還是要早點上這個城堡時代 那這個時候 應該會先點一下 一級 一級伐木或一級農田喔 去做這個升級喔 經濟升級 那通常喔 波蘭會先去點一級農田喔 然後再開始撒田 然後再去補下一級伐木這樣 會更好一點 但是打工兵的情況下 又優先升一下這個一級射 不然這工兵可能會守不住家園 OK這邊 波蘭選擇先升一級木喔 沒有先升一級農田 那可能還沒有先撒田 欸你沒有先撒田 就先點這個一級伐木 怪怪的 這個波蘭可能不太熟喔 對波蘭比較了解的玩家喔 都會先點一級農田喔 要確保這個農田樹 的數量我先拉起來 因為農田的總量一變多喔 立即收成效果就更好 才能打出波蘭更多的精髓 像他這樣子沒有先點一級農田的話 這個農田樹就少蠻多的 只有175 175再加上 欸多少 原本是多少 有點忘記了 看一下資料 記得應該是不多 好 一開始的農田是 欸 肉量沒有寫 哇 可惜了 我不太確定原本的肉量是多少 喔 這裡有一船被抓掉 但我記得喔 這個只要每升一個農田科技 這個肉量 或許速度就更快 那這邊開始要轉這個毛兵才比較好 這邊再繼續出弓兵的話 還是會被克制住的 所以這邊也斷金喔 確實是不要再繼續出這個 弓兵比較好 家裡下面趕快圍 那 大莊園喔 只要下兩個 就可以很快速的 升到這個城堡時代 而且這邊波蘭有點失誤喔 你看這邊灑 把這個農田灑在這個TC旁邊喔 這樣就會讓他立即收成效果喔 就變得不好 那這樣波蘭一直沒有打出自己優勢 其實相當危險喔 這邊果子趕快吃一吃 這邊還可以再撒一片田 這邊轉一些肉嘛 應該是要來打 這些毛兵喔 但自己沒按毛兵感覺怪怪的 他這個時候應該是要去按毛兵才對的 好這隻工兵出去了 並沒有要 來擋對手 這邊看起來 破蘭是想要把家裡圍死 但他這邊真的很危險耶 這邊都還沒有圍好 然後自己又不按兵 這種情況已經是毛兵按到底了 趕快把毛兵按出來 然後吃手按個一兩隻 好就差不多了 然後該圍的圍一圍 OK 四片田放在TC這裡有點虧喔 那這樣子波蘭的威瑟力喔 又下降了一點點 好大莊園另外開這裡 這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大莊園會越開越遠 然後旁邊就導致沒有TC可以防守 這些如果被殺進來的話 這些田喔 就一定要趕快跑 農民一定要跑到TC這裡 那這樣一來一往喔 就會很容易經濟損失非常慘重 好兩隻工兵繞到緬甸家裡 做一個騷了 然後這裡只要派個一隻毛兵 或兩隻毛兵喔 就可以輕鬆守住了 問題不大 可能一隻也夠了 看這個毛兵打工兵 傷害很高 唉唷 這瘦掉嗎 哇 哇 波蘭這邊殺到兩村阿 我還以為是波蘭會被殺爆阿 結果是波蘭這邊先 先聲奪了 直接奪了兩條人命阿 太狠 好這邊波蘭按的肉麻有點多喔 按到四隻 而且這邊被斷金斷的太久了 家裡並沒有其他的野精喔 野精都在前方的位置喔 相對來說很尷尬 所以波蘭這邊阿 一定要把這個金礦搶回來 但是這邊第一時間 並沒有去打這邊的毛兵 加工兵的一個部隊 想要把戰場拖到緬甸家裡喔 想讓他這個主隊 主力部隊往回救 但他這樣子的話 如果對手一直不回救 你的金礦就一直被控住了 就不能挖金礦了 哇 這樣其實有點傷阿 看起來波蘭這邊是想要靠買賣上層 沒有要挖金礦了 那刺頭趕快去對方家裡騷擾 那確實村民宿現在有小小的一個優勢戰 好這一波刺頭進來 可能會出事 直接被敲死一隻刺頭 但是這邊有一攻的關係 砍村民的血量掉得非常快 哇直接三殺 拿到不錯一個戰績 這邊挖金礦的村民直接往回 本來這麼多人挖金 他應該是要買石頭 去蓋城堡 的一個想法 那這邊很尷尬 現在他們連金礦也不能挖 要小心阿 這裡只有一隻長槍兵 要小心守一下 這隻長槍兵不能送 送的話這一波村民可能會有點危險 這裡沒有硬打 OK應該還是要再安一隻長槍兵 第二隻長槍兵出來的話會比較安心 第二隻出來了 那家裡這一個主金喔 還是被壓在家裡喔 這邊要來硬蓋箭塔 三隻小公專門打村民 其他的毛病先優先解決對方的毛病 好兩邊都在秀操作 操作都秀得非常的滿 OK第一個箭塔蓋好 直接做射射的事情 可以射包對手 那這邊如果 波蘭投資了一隻箭塔 在前面主金的話 那這樣一上場就不能開TC喔 對經濟來說會蠻大的傷害 因為波蘭不怕缺肉 缺的是沒有TC可以按存名而已 那波蘭這邊要請他想辦法去挖個石頭 看他的石頭在哪裡 石頭 哇他的石頭也在前方這裡阿 他也是也在外面阿 哇波蘭這一把有點慘喔 中央的礦產資源都沒有在家裡後方阿 只有空地而已 而且他這個大中原也蓋得不是很好 並沒有蓋得很吉祥 沒有精算一下 那就只能蓋一個大中原 那這樣對波蘭來說是一件 不太好的事情 因為波蘭是需要非常大量土地去種田的一個文明 不能這樣隨意種田 結果他這邊田阿 也是到城堡時代之後才點下一級農田 有點太慢點了 那這裡趕快補下二級農田比較好 因為這裡第一片阿 沒有撒這個 沒有先升級一級農的關係 所以這些田阿 都要再撒第二遍阿 趕快升二級農會比較好 好那緬甸這邊沒有第一時間去插城堡 反而是選擇先開TC阿 那這邊村民樹被殺的有點多 被殺了五村了 村民樹著死喔 掉的蠻多 OK這邊要直接集火掉這一隻村民 沒問題 六村 三隻長槍兵很難戳得到 看起來是要放棄一空了嗎 兩隻剩殘血 那這一波毛兵公兵還是沒有解掉 但中間有個箭塔 那這邊緬甸要打工兵的話要想一下 打工兵的話可能會有點吃力 因為這邊工兵沒有三級 二級防禦阿 但其實也沒關係阿 真的要打一次可以阿 城堡四代 緬甸要打工兵的是OK的 畢竟工兵中的是攻擊力 而不是防禦力阿 好那緬甸這邊 沒有選擇要升級工兵阿 而是選擇要先開農阿 連這個戰毛兵的升級都沒有 那波蘭選擇是工兵開局 那波蘭的話就好多了 波蘭的話還有這個拇指環 那緬甸的話是沒有拇指環的 所以我個人是不太建議會打工兵這條路線 那波蘭的話打工兵就還不錯 還有拇指環的一個優勢在 這邊騎士直接解掉 但是死了一村 村民宿目前是45村對44村 TC來說是三...喔4TC打單TC 波蘭這邊猶豫阿 差那個箭塔的關係阿 第一時間真的沒辦法插TC出來 一定要來挖石頭 那第一個TC可能會蓋這個位置 附近在這裡 那這邊的話也可以考慮開一個 但是這個相對前面一點 風險性特別的高 那有可能喔 會開在外面這個位置 也TC也超遠 盡量把這個TC喔 開在這個礦的旁邊 會比較好 那這邊點下二級伐木 這個波蘭玩家可能真的不太熟 他都沒有優先點農田的科技喔 有點可惜 因為先點伐木技術是比較正常的 因為所有的文明喔 先點伐木技術就是比較不會虧的 但以波蘭來說的話 先點農田是比較賺的 已經立即收成食物的採授 很香的 好再來看這邊進攻 緬甸這邊已經修好修道院了 那緬甸的修道院的科技喔 也是升級的非常便宜喔 只要50%的一個價格 就可以升級各種科技 那基本上緬甸的科技是全開的 所以他要打什麼生女戰術都沒問題喔 只有這個一端學獸沒有而已 比較可惜 因為我覺得一端學獸來說 比忠誠信仰還要重要 那沒有一端學獸的話 打生女戰的話很危險 因為你很容易就會被對方找找 然後對方找找你的勝率又會繼續著想 那如果有一端學獸的話 你自己勝率被找走的話 就原地暴斃而已喔 直接去被建耶穌 送去建耶穌而已喔 被招走還是比較傷的 OK那緬甸這邊直接強攻 看到對方直接在偷經濟喔 你偷我就強軍士 OK這個是RT史不變的道理 你敢偷我就要敢打 你不敢打的話 你就只有領 只能領飯盒啦 經濟會被拉開得很嚴重 這邊攻兵一直在 嘗試想要打 直接來招 攻兵 但是沒有招到 欸 生女直接跑回TC躲 緬甸打生女戰還是不錯的 而且還有出投撤 防禦來說已經做得還可以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缺點在了 好 生女加上投撤 攻兵騎士 都能稍微擋不住 好最好再按個盧炮 欸按了 只要大家記住喔 看到工兵加騎士喔 就直接出修道院了 然後再加上一台 奴炮加一台投撤就可以了 為什麼按奴炮 原因是因為 通常工兵會針對 投撤車的攻擊一個範圍 去躲他的投撤 那奴炮的話 基本上很難躲 那你只要用一些村民去的來守 那他對方喔 奴兵一定會被你逼退喔 因為他也覺得會很虧喔 好 那麼這樣一個投車開始逼他 然後奴炮直接打出真實傷害喔 一直貫穿 那對手 很容易就會逼走 好 那這邊還點下了生女的一個神聖思想 增加生女的一個血量 那波蘭這邊 村民越拉越大喔 可能有點危險 好 提提蓋這個位置 那阻徑有一個 第四個要不要嘗試開前面呢 但現在這裡有點劣勢 開前面有點危險喔 好 這邊直接壓主堡 直接請吃大亨寶 這個大亨寶能不能吃得到呢 也是個問題 這邊蓋子村民要多喔 才可以 這邊辣村民 只有少量的幾村啊 好像不到十村了 八村喔 還是有十村啊 剛好十村喔 不好意思 哇 這邊直接找到 哈哈 生女直接招兩隻騎士 開始砍 工兵 哇 這一波前線爆炸 村民跟我們蓋不起來 只能撤退了 最慘的是生女 還遭到了騎士 騎士直接叛變 開始砍村民 完蛋 這一波 忽然沒傷到對手 就算了喔 自己還血虧 這一波出去來回喔 雖然村民一直都沒有死 但自己的部隊全部送光了 好 那這時候緬甸 轉出了自己的飛鏢奇兵 那飛鏢奇兵喔 對抗騎士來說 是非常強悍的一個單位喔 因為他攻擊速度快喔 然後這個 因為有點打得歪的關係喔 所以有這種擴散傷害的一個錯覺喔 就不會一直激活同意志喔 像西班牙征服者喔 就是很容易會激活同意志喔 所以會有異傷的問題 但是飛鏢奇兵喔 這個異傷問題就相對的小 而且射速又快 所以他沒有什麼太大的天敵喔 天敵就只有弓兵而已 那這次的改版喔 這個飛鏢奇兵喔 可以吃到這個 這個什麼 安息人戰術了 所以這個安息人戰術 又可以提升飛鏢奇兵的防禦力喔 遠防的部分 所以變成來說 緬甸飛鏢奇兵 又算是一個增強喔 那由於之前太強 也是nerf了很多次喔 那這次又增強 我覺得還不錯 讓這個飛鏢奇兵喔 出場機率更高一點喔 畢竟這個飛鏢奇兵喔 造價也是相當的貴喔 不便宜的單位喔 一直要75木 60斤 木頭很多喔 好 那這邊看起來 要開始打這個飛鏢奇兵 加上自己的一些 神旅戰的樣子喔 神旅也沒進去處 科技也沒有點 目前就是比較單純 先以這個飛鏢奇兵為一個 主要的一個 標的去選擇 那波蘭這邊是選擇打工兵喔 工兵一直有按喔 按到九隻 那這邊二級色也點了 那待會要不要看一下 會不會轉出強怒喔 波蘭打強怒也是ok的喔 所以波蘭算是比較全 半全面性的一個文明喔 他在團戰裡面打外加 比較ok喔 打內加比較不行 因為他沒有三級防 那也沒有有效的關係喔 所以波蘭本身雖然他是個馬國 但是打團戰來說 建議還是打外加工兵比較好 畢竟也是有拇指環 雖然沒有三級遠防 但這個強大的經濟喔 可以讓他 配兵比較多元喔 這個強奴加上錘子兵 或是這個便宜的 貴族特權 騎士豹 讓他的作戰的一個 選擇更多一點 而且也不用撒太多田喔 自己的大莊運喔 給的農田樹夠多喔 所以可以讓大部分的村民 去挖木頭跟黃金 讓自己的經濟好一點喔 可以出更多的強奴 重點是波蘭還有大衝車喔 所以大衝車又配上強奴 這個組合是非常強悍的 大衝車在前面拆建築物 順便吸一些箭矢傷害喔 然後攻對方騎士翔來插衝車的話 後面的強奴又可以造成巨額傷害 所以波蘭的一個工兵路線喔 我覺得也是非常ok的 沒有什麼太大毛病的一個問題 好 這邊選擇三級射跟彈道學 巨型托斯基開始組裝 ok 這邊會爆進來喔 哇這個可能來不及 這個軍可能會爆炸 這個可能被打了幾次爆了 哇 很痛有沒有 很像擴散傷害 有點打歪了喔 結果打歪了還打到其他村民 一次死兩村 一標兩村 好工兵開始往回救 但是強奴沒有按下 前線把兩台奴炮給收掉 好 三綠也收掉了兩隻 就彈道學之後還是比較強的 好這邊軍營有點危險 後面這邊的廢標喜兵有點危 好 停下安息人戰術 好 停下安息人戰術之後 工兵喔 這傷害就不會對飛鏢喜兵造成這麼誇張的傷害 好這邊再用村民去硬扛 但是有點扛不太住 工兵開始繞過來 化學還沒有點 雖然有三級射 但強奴也要好了 ok 強奴也好 直接逼退對手 好 最近投石機 決定要來拆這邊的城堡 那這邊還有刻意喔 上這塊高地喔 去投對方的城堡 這樣傷害就不會略減太多 好 化學點下 那這邊喔 還是要趕快再補這個房子喔 把它補起來 這邊 要補一個軍工廠的一個 大小才堵得上 所以最好是堵兩個房子 會比較好 ok 金瑞 飛鏢 騎兵 再次再升級 巨型頭時機開始再造 二級的工兵鎧甲也下了 整體而已很波爛 目前喔 算是比較長 經濟只有96村而已喔 還是要趕快去補下自己的村民術 趕快拉起來 好 那補下了更多的馬舅 要來轉出騎士了 應該是要來打這個騎士暴 貴族特權 好 這裡有幾隻村民出來送 是控錯了 強奴化學好了 貼傷害變成10攻 好 平主能為一點下 這裡要轉出一些騎士要來針對了嗎 那這邊要特別小心喔 這邊飛鏢騎兵的一個 近戰貼上來 如果他貼上來的話 一定要用閃陣喔 用B陣的話很容易被飛鏢騎兵的一個 打歪的方式喔 去收掉自己的強弩 喔 像這樣子有沒有 直接死一攤 千萬不能鋸在一起喔 鋸在一起就是突然死一攤 非常恐怖 這就是飛鏢騎兵 攻擊看起來有擴散效果的一個問題 哇 很痛 強奴直接被點光 這就是 點強奴的一個方法 哇 這一步這次增強感覺很有感 安險戰術讓飛鏢騎兵的防禦 增加太多了 變成五防 強武射一發只有五滴血 那本身血量還有85滴 巨星頭直接被拆爆 連一座城堡也拆不掉 哇 這波緬甸 增強真的很有感 這樣緬甸戰術其實變得更多 這個金冠喔 再加上大象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步兵喔 都可以打 步兵還可以增傷 飛鏢騎兵 你現在出騎士的話也危險 不出騎士的話火炮也難解決 騎士過去的話又會像剛剛的弓兵一樣突然蒸發 所以破爛這邊怎麼打都會有點尷尬 那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喔 也是 出點喔 強弩 然後再配上這個 自己的火炮 跟這個 衝車喔 去打比較好 當然衝車遇到這個 飛鏢騎兵可能會融化的有點快 那最好還是要先把經濟拉起來 再去想後續的戰術比較好 畢竟破爛是一個農民文 農民文明喔 你不去農的話 就沒辦法把這個文明的強勢之處打出來 那最好 還是把這個 烈克提斯遺場 這個破爛的金冠喔 點出來 讓肉馬有這個踐踏效果 去跟對面打一個資源交換戰會比較好 打強軍士的話 對破爛來說並不慈祥喔 好這邊直接 飛鏢騎兵直接上來硬點 強弩直接 超死空 穿越直樹 把強弩拉到城堡後方 但城堡要守得住才行喔 好那這邊破爛是選擇出騎士 而不是出肉馬 是我的話我就會去點肉馬升級喔 然後去點出烈克提斯遺產 然後把黃金喔 全部留給這個強弩 然後自己去撒出更多農田 好這邊要小心火炮 然後這個窄口很危險喔 火炮砸下去可能會爆開 這個窄口絕對不能往這邊走 騎士右邊去右邊賭 輕騎兵 開始在控圖 強弩開射 哇 這個火炮 你看這個窄口 對手也在刻意針對這個窄口 他也知道這個窄口很關鍵 好 好請洞窗騎士館去抓輕騎兵喔 來防守一下這邊的野精的金礦處 但第二隊直接無視分礦 要來打裡面的大莊園喔 邊境破爛的血脈 就是這個大莊園 好二級攻點下 但農田的數量依舊很少耶 這邊其實還可以在灑兩個大莊園出來 這個牆滴滴 大莊園還是可以灑很多片 但村民術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一直沒有起來的fuel 是不是挖金礦的人太多啊 看起來是這樣沒錯 金礦的人有37個人 種田還不到30個人 有點少 好 但是第一時間 緬甸已經點下 匈牙利 輕騎兵的一個升級 那這一次改版 感覺緬甸變成馬功屬性了 我不確定 戰毛兵對飛鏢騎兵會不會額外傷害 好來看一下這邊 直接開射 兩隻強弩 再來一發 哇 倒了很多強弩 火炮克制對手的工兵太強了 這邊大量的一個重裝騎士上來硬打 但是飛鏢騎兵攻速很快 直接秒掉了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想要來硬砍對方的火炮 但是火炮還有一台兩台沒有被收掉 這邊飛鏢騎兵直接上來騎強弩的部分 哇這一波直接交換 感覺波蘭並沒有賺到什麼甜頭 雖然火炮有收掉 但是有一台殘血的還沒有收 三台最近投石機也沒打掉 反而是自己的城堡掉了 後面的重裝騎士沒有立即補上了 有點在下水餃 哇這個水餃笑的蠻好吃的感覺 下好下滿 三級 色色點下 欸這個火炮 被骨仔啊 怎麼砸自己人 砸掉了一直飛鏢騎兵 沒有城堡支撐了波蘭 門面可能有點危險 強弩數量也不是很多 這邊金塊挖完了要回家 騎士直接往前跑 哇這一波騎士又再度蒸發了 太慘了波蘭的重裝騎士 打飛鏢騎兵還是有點薄弱的 這裡感覺還是能打烈克提示遺產比較好 不然這個黃金消耗量太大 出弓兵也要黃金 出騎士也要黃金 雖然騎士的黃金只要三死 但這個漏量也是需要耗費的 總體而言耗費支援太大了 敲路直接開射 血量掉的很慢 並沒有像之前掉那麼誇張的感覺了 雖然還是有在掉 但是很明顯喔 存活能力好多了 並不太需要直接出漏馬 去敲對方的一個弓兵了 直接用飛蛙洗兵跟對手硬換也是可以的 我看這邊直接倒一片 太慘了 真的是太慘了 感覺波蘭也是要出火炮啦 這個火炮打飛鏢洗兵還是不錯的 雖然對方的機動性太好 要砸到可能有點困難 這邊飛鏢洗兵 撿爆了波蘭 波蘭這邊打出了GG 出了147隻強弩喔 直接被這些飛鏢洗兵給吃掉了 直接來看經濟吧 感覺 波蘭這邊對文明不太熟喔 肉有點太少了 肉很明顯喔 少很多 這邊只有多贏4強 正產的波蘭玩家 肉應該都稍微贏1萬 這個時間點 這邊只是少量贏了4千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打工兵的關係 所以肉並沒有轉出這麼多 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喔 雖然後面有一些轉一些重狀 但很明顯波蘭的經濟喔 一直都是在很緊繃的狀況 那石頭也是挖的比較少 那這次改版的關係 波蘭的挖石喔 本來可以增加50%的黃金礦 但是現在變成 挖石只會產出33%而已喔 下降了一些些 雖然無傷大雅 那也確實讓波蘭也是一個 正常一個Nerf 不然波蘭這個肉馬 大莊園實在太強了 那看起來兩邊的一個經濟狀況 也沒什麼太誇張的部分喔 那我覺得緬甸這邊是玩的比較好的 緬甸這邊 第一時間我去點這個安息人戰術 這是這次改版的一個重點 那也讓他的這個飛鏢起病喔 確實打出一個不錯的戰績 哇這遠反武 特別硬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好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